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普遍預期 剛才你說3月打後 美國就有機會加息 暫時大家都不知道 它的加息步伐會不會突然加快 因為好看通脹 是不是真的這麼惡性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社會問一下 去過哪邊加息 現在市場預期緊的 市場還會跌? 以前有沒有一些歷史 可以讓大家參考 還會不會反映利淡的情緒? 絕對有 我反而奇怪 這一期少人用回加息週期 去看對股市的影響 看回我們現在的圖 首先說回我們那個加息預期 匯豐認為今年3、6、9月 每個月每次加四分一 明年3月、9月再加兩次 兩年一共加五次 這就是預期 接下來3月應該有機會加息 保守聯儲局 過點震途 保守 我們馬上看上次加息週期的情況 首先加息本身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很有趣 上次加息週期 美股在加九次息當中 一共會升了七成 但是要留意原來在整個加息週期 美股和股市 對於第一次和最後一次是最敏感 和有負面影響的 我們看回上一次加息 上一次的加息週期應該是15年12月的 加息週期之後 就等了 即是經濟不可以 等一年再加 然後再加 然後加息一路上 一去 市一路上升 我們看回上一次 看回圖 15年尾那次 在加息前的4、5個月 即大概是7、8月左右 就已經跌了 市開始已經想到會加 我猜到你 市先先沽 沽了來 都沽了7、8% 很快臨加之時 反而升回頭 但是一加 經濟發覺不是好得 還有很多人又再摸一下 加息一下影響究竟是怎樣 接著市是跌回頭 所以為什麼呢 當我們月三月加息的前 和後 要小心 那個股市 在前後都會波動 我們現在就是前 剛剛就踏正這個位置 但是我們如果你說上一次 就是4、5個月 今次我們那個加息 是早 即是沒有那麼早預算的 因為那個通商是來得太過急 變成了其實我們見到 美國股市 11月初 開始反映這件事 那就是數落 其實差不多3月 差不多4個多個月 開始蹲一蹲下來 那這陣子又去到標指新高 但是都會預算 再要消化這個消息 尤其是各位朋友要小心 如果真的3月加 要小心過後 那一刻又會怎樣 還有記住 我已經說過 你看黑色的條件 我還有恆子 恆子在這個加息前 當然是跟美股 但是 比美股 跌日跌得深 當然2015年那時候 就有大時代的影響 就算你沒有大時代的影響 你每次發現 都是深過美股 這個也是我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 我對第一季廣故 是 是 車的大頭盔 對 大陽龜 小心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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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